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陆比安娜 这里呢是欧洲的一个小小国 特别冷,我今天穿了四件衣服 然后围巾手套什么都戴起来了 我们今天呢是打算去附近一个很漂亮的湖区叫Blade 然后现在我们是打算在首都随便逛半天就坐车过去了 不然你们发现我染了头发 我把头发就漂得再浅一点了 这个呢是我的堂哥,哈喽 我们呢现在要去一个城堡 这里都没有什么人,到路上空空荡荡的 这个小小的圣诞节是一个人都没有 放了超级温暖的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 太空了 这个城堡已经四千五百年了 特别老的一个城堡 这里呢就是整个城堡加城市的全景了,好漂亮啊 我们现在呢要回酒店拿行李了 然后拿完行李就坐车去湖区了 因为今天大概四点钟天黑 所以我们要趁天黑之前过去 我们呢现在在群里的路上 这边呢一连圈的都是雪山 我们刚刚睡着了 然后一醒来就看到夕阳上在雪山上面 特别漂亮 我们呢还有一个小时才到 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 太阳都要下山了 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今天晚上要住的公寓了 这边呢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超冷的 现在大概有-1度吧 我们还要走一会儿 这完全旁边都没有人 店都关了 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晚上住的公寓了 这边呢是沙发 然后这里呢是厨房 这边呢是第一间卧室 里面是这样子的 很简单的一个小卧室 然后呢这里就是厕所了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梯 上去看一下 哇超级小 上来呢这里有两个椅子 然后这边就是床了 它这边有两个床 对 这种是那种屋顶式的loft 好可爱啊 好漂亮啊 这个阳台挺可爱的 还有一个小桌子在这儿 然后这个阳台对着那一边 还有一个山挺漂亮的 他们这里搞得超级温馨 我们现在要出门吃晚餐了 外面时间太冷了 所以我把我羽绒服穿上 给你们看一下我堂哥他多高 你过来站在这里 站在我旁边 巨人我还穿了高跟鞋呢 他你一米九几啊 一米九一了 他一米九一真的是 我们来了一间圣诞气氛 特别浓的一个本地餐厅 给你们看一下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湖居了 今天天气特别好 可是超冷的 现在是-6度 然后我今天穿了五件 滚得像个粽子一样 我们呢今天起晚了一点 现在已经11点了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想着去湖边走一走 今天天气特别好 出大太阳了 好开心啊 我们呢现在要爬到上面 这一个城堡去了 我们呢现在在城堡的餐厅 因为Trip of Isor上面这家 就是推荐很高 所以我们过来吃个午餐 我们呢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印刷店 特别酷 用的是最原始的那种印刷机器 让他在这里就是去印一些那种 证书 就是到此一样的那种东西 但是他们呢是用这种机器去弄的 但是他们是用这种机器去弄的 哇 哇 这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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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吗 可以吃这个锅吗 这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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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漂亮 虽然没有走到过去 但是我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到了 我们今天下午呢 约了去滑雪 一会儿教练要过来接我们 我们一开始跟他说来湖边接我们就好了 现在我们在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山上 所以我们得赶紧找个路下去了 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路 下面这一边就全都是那种斜坡 超级陡的 所以我们也下不去 不知道怎么办 啊 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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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那边呢是湖 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跟着小路走吧 看能不能走下去 我们终于走到草地上了 啊 太开心了 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至少没有在山上迷路就好了 我们呢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滑雪向导了 好像就在那里 我们现在到滑雪场啦 这是我第二次滑雪 所以呢 我有点忘记了 上次滑雪是在瑞士两年前吧 所以呢 我已经不太记得要怎么滑了 然后刚好我哥哥也是第一次滑 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教练来教我们 我们现在一个初学者的滑雪场 这里都没有人来的 特别空 只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里练习 我们现在呢升级去一个更陡一点的滑雪场了 我们现在升级去一个更陡一点的滑雪场了 今天没有人所以我们整个都包场了 特别开心 3,2,1 GO 3,2,1 3,2,1 GO 3,2,1 1,2,2,1 1,2,1 2,2,2,1 1,2,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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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2,2,1 我们现在结束啦 回光月了 今天玩得超级开心 这里实在太棒了 好啦 那这一次的Vlog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拜拜